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战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笔之力 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五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经过连续4天的上涨之后 澳洲股市在昨天是出现了大约0.7%的下跌 售盘是再次跌回至6687点 也就是6700点以下 那中国方面的上海和深圳都没有太大变化 上涨和下跌均在0.1%以内 欧洲方面英国和法国有轻微上涨 德国则有轻微的下跌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也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涨幅也均在0.1%至0.3%附近 但是目前美国指数也是再一次逼近至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那么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维持在1490附近 而比特币价格大约是在8000美元上下 石油则有所反弹 目前一筒美国邮报价为54.30美元 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在昨天晚上突然出现的好消息 那么英国和欧盟正式 应该不是正式 是初步达成的退欧协议 我们知道从2016年英国公民投票选择退出欧盟到现在已经三年半了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英国都已经换了两个首相了 目前约翰逊也是第三任退欧以后的首相 前任首相特雷沙也是经过了两年的反反复复最终没有能够成功的带领英国退出欧盟 那么其主要问题呢也是来自于这个英国和北爱尔兰地区有关于关税问题的这个矛盾 那么我们知道熟悉一下英国历史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呢 英国的全称其实是叫做呢大布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大布列颠指的呢就是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 那么北爱尔兰呢则是和爱尔兰共属于一个岛 但是由于历史上呢这个英国占领了北爱尔兰地区 因此呢北爱尔兰在这个国籍上呢是属于英国的 但是它又和爱尔兰地区呢是共享一个岛 那么在过去的从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北爱尔兰地区为了寻求独立一直以来呢都有这个流血事件 后来呢根据双方的停火协议 虽说从法律上来说北爱尔兰地区现在是属于英国 但是呢它和南部的爱尔兰本国之间是没有物理边界的 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我们这么理解吧 把它就可以理解成韩国和朝鲜 两国之间呢是没有任何的边界也没有海关的 所以呢在之前英国也和爱尔兰同属于欧盟地区 因此呢货物也好关税也好呢享受的是同样的这个比例 但现在问题就来了 英国呢是退出了欧盟 那自然北爱尔兰地区是追随着英国退出了欧盟 但是爱尔兰这个自己的国家呢则依然是在欧盟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样一来就会有了一个漏洞 由于北爱尔兰地区和爱尔兰之间是没有物理边界也没有海关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呢你开一辆车啊到爱尔兰买了东西之后享受的是欧盟的关税 再开车开到北爱尔兰地区那就到了英国啊 啊那实际上呢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 到底要不要设边界呢啊设了边界之后 那么之前的独立问题又开始要反复 那不设边界海关上的这个漏洞 关税上的这个漏洞怎么来弥补呢 这也是过去三年时间里面英国一直和欧盟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啊那么根据现在昨天晚上达成的初步协议显示呢 其实本质上呢爱尔兰地区啊 还是享受着北爱尔兰地区还是享受着欧盟的待遇啊 也就是说现在首先第一条就是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本国之间 依然是不设海关和不设公共的边界 但是从北爱尔兰的货物到英国本土将会受到海关的调查 啊那换句话说呢 其实啊啊虽然法律上来说北爱尔兰地区和欧盟和英国一起退出了欧盟 但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漏洞依然会存在于北爱尔兰地区 只是从爱尔兰的岛运到英国本土的时候会有海关 啊那么其实呢呢也就是说如果是生活在北爱尔兰地区的这个英国公民来说 他们还将会实际享受到啊欧盟的这些货物啊包括这些关税的价格啊 那么当然了 见昨天晚上达成的是初步的协议 未来还要需要经过英国国会 以及北爱尔兰自治政府啊立法委员会的通过 所以说在最终两个地方通过之前呢 现在我们还不能提前庆祝啊 但是昨天晚上消息出来之后 英镑已经上涨了接近于300个点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周也连续强调 我们认为呢英镑是未来6到12个月之内 长期投资里面我们重点看好的货币之一 因为相比于和中国影响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的奥运来说的话呢 英镑受到中国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他一旦能够把这个退欧问题搞定 我们说到他不论是硬退欧还是软退欧 只要最后退了 英镑就肯定有大概率会反弹 而且会长期的反弹 那么英镑和澳元目前都是十年的最低 所以两者相比的话呢 我们目前非常看好的是英镑的走势 那么接着再来说一下澳洲方面 我们知道呢上这个就在昨天啊周四的时候呢 澳洲央行的副行长呢 在悉尼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说到 他预计在未来呢 澳洲的房地产依然会面临的这个房屋紧缺的情况 所以他觉得呢 未来的房价依然会上涨 那么这一条呢 在昨天我也看到很多我微信朋友圈里面 很多做中介的朋友把它引过来说 说到呢 房子未来会继续大涨 大家赶快买房等等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当然有对有错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首先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 是目前发达国家里面 和加拿大一样 少数还在接受大量新移民的国家 因此呢 这个人口对于澳洲来说 未来还会在不断增加 而且是以较高速度增加 那么作为主要的城市 其实澳大利亚并没有太多 新移民大部分选择的就是 悉尼 墨尔本和布里斯班 其他城市呢 通常呢不会怎么选择 因此这三个城市 以市中心范围向外扩展的土地 将会越来越 价值会越来越高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土地价值呢将会提高 但是建立在土地上面的房子 本身它是贬值的 我们知道这个房子搭起来以后呢 随着岁月的流逝啊 它这个本身的结构也好 装修也好都会贬值 因此大家记住一点 土地在升值 房子本身是贬值的 那么什么样的房地产 就会随着这个土地升值 而升值比较多呢 那自然就是独栋的别墅啊 那或者说是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 那些物 这个商业地产和民用地产 而我个人觉得 在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这个高密度的写字楼 特别是市中心附近的写字楼 目前或者是公寓啊 尤其是这个公寓 依然是严重的供大于求 我们知道同样在1000米的土地 1000平方米的土地上 盖一幢房子 它产生的价值的增值率 和上面盖一个50层啊 这个公寓每一幢每一个单位的公寓的增值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混淆这个概念 土地正在升值 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少 但是高密度的公寓 在我看来未来三年之内 都不会有太好的情况 那么以上呢 就是多加一句 我们知道从6月澳洲降息以后啊 那么房价 特别是二手房 独立的别墅的价格在不断上涨 受此影响的话呢 其实在房地产板块里 上涨最快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澳大利亚的垄断性 房屋挂牌拍卖网站 Real Estate 这个股票代码就是REA 它的价格呢 从85澳元 目前已经涨至110澳元一股 涨幅超过了20% 所以只要有越来越多的房子 拿出来卖 那么这个卖房网站 一个广告 它就会收2000澳元 我觉得就是躺着赚钱 所以说只要我们看到 这个拍卖的量在提高 房子的挂牌数在提高 它的广告费就会源源不断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 GoMarkets每日快讯的内容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对了 另外如果想参加本周六 我们在悉尼的线下活动的朋友们呢 可以通过视频链接下方 点击报名 联系电话呢 总部就是8658-0602和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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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